下楼就能买菜逛公园 动动手指 智能化服务省心到家 老人活动不便 社区提供居家日常生活辅助照料 这样的社区怎么样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河北六部门联合发布 省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 决定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荣景园社区 唐山市陆北区团结里社区 雄安新区荣东片区 罗河社区等20个社区 开展省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 傻叫完整社区 简单来说 从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 到便利店、菜店、社区食堂 家政服务网点 从公共活动场地 健身休闲运动场所 到家政保洁、养老托育等 到家服务内容 这些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务设施、场所 您走着就能到 一个词形容 那就是方便 其实 在去年的7月份 中央7部门公布的 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中 咱河北就有三个社区一选 石家庄市乔西区地景社区 就是其中之一 地景社区位于东里村 住在地景社区的孟阿姨说 以前东里村一到下雨天 真是连路都没法走 现在呢 就冒换新颜 不仅居住环境提升了 生活的便利程度啊 也让很多人羡慕呢 咱就说 去海悦天地烧品 东里便民市场买菜 河北艺术中心看大戏 也就两步路的事 有个头头脑热 咱有社区门诊 想活动一下身体 咱有篮球场游泳馆 想安静地看看书 咱有图书室 主打一个 您有需求 社区就有服务 2023年 地景社区通过了 市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社区演收 又成功申报了 国家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 建设完整社区 希望这些试点啊 好好干 给咱幸福生活 打个样 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试点赞 订阅 试点赞 订阅